7月7日,香港本地新冠肺炎案例即日新增14宗,其中9宗属本地个案,5宗感染源头不明。 香港特区政府实务及卫生局局长陈兆史晚上会见传媒,交代政府最新防疫措施,宣布从7月8日开始,逐步推出4项口岸管制措施。 在口岸管制,第一,因应最近有航班接载大量来自高风险地区,包括巴基斯坦、印度、尼泊尔、南非和孟加拉回港人士去抵港。 当中相当高比例的证实的确诊个案,政府也会与相关国家的驻港领事和社群去商讨以有罪的方式,让高风险地区的香港居民返港。 那么,鉴于早前有些机组人员有确诊的个案,由明天7月8日开始,所有机组人员和船员在香港国际机场抵港后,必须前往卫生处设于亚洲国际博览馆的临时样本彩集中心,去收集深喉退役的样本。 其他管制措施包括,货船和客船船员登船来港前,需在出发地病毒检测呈阴性,才可在抵港后免检疫。 如违反条件,船员将被拒绝入境。 以及抵港外拥需去酒店进行14天强制检疫,并且在抵港前要在出发地进行核酸检测,即抵港时持检测阴性报告。 费用由雇主支付,强制检疫完成也需再做核酸检测。 至于社交距离方面,会否重新收紧宗教活动场所、餐厅和酒吧等场所的人数限制和人数容量限制? 陈兆时表示,会在7月16日前发出最新指示,但安老院的探访会暂停。 我是再次强烈呼吁市民要做好个人和环境的卫生, 去配合政府各项的防控措施,去撤断我们这个社区病毒的一个传播链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